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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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要介紹這棵樹呢 它叫做楓陽 它是胡桃蝌蚪 長綠橋木 那它的樹高呢 通常都可以長到20公尺以上 那再來看它的樹幹啊 通常都是通直的 然後是紅和色的 會有這種裂痕 那再來看它的葉子啊 它的葉片呢是複葉 那它是基樹 基樹的話呢就是會 上面會多一片葉子 但是通常啊 這上面的葉子啊頂端葉子 就是會它自己會掉落 然後就是會成為偶樹的羽狀複葉 那仔細看 它最明顯的特徵呢就是在這邊 它的這個枝條上面啊 有這種葉液 很明顯 就是這個是它本來的葉子 但是在它的枝條上面 還會長出這種小小片的葉子 那它的果實為堅果 它堅果呢 堅果它兩端啊 具有由包片特化而成的兩個刺 兩刺 刺是翅膀的刺 然後它會藉由風的傳 傳播啊 就是風一吹了那個刺果會掉落 就會可能會飛到其他地方 它就藉由這樣可以生長 那楓羊呢它木材啊 它的質地很柔軟 可以製成家具或是木雞啊 就是腳上在穿的那種 或是火柴棒 那它也是綠化樹種啊 廣用於那個都市綠化 它產生在台灣的各個地方 幾乎都有它的存在 那溪頭啊 的水坑附近 或者是 台灣植物園的荷花池 畔旁邊啊 都會有種植 所以可見它是非常 耐潮濕的樹種 那楓羊啊 它是大陸的原產樹 栽域已經有數百年了 分布的地區很廣泛 就是它在河岸邊會比較常見 喜歡草食 不過你不要看它喜歡草食喔 它也很喜歡陽光 所以它生長迅速啊 而它的樹瓶呢 就是有人說 雖然是羊頭的 但是這只是人家的出版 就 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那它的果子啊 可以植殼 就是像你們熬的時候啊 就可以拿來 有植殼的效果 但是它的葉呢 是有毒的 不能食用 但是它的葉啊 就是許多農夫拿來 做幾位 天然的農藥 它也拿來殺草